CK看房聊重点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大气简约风的房子 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一个小信心鼓励我高业做视频哦 房子是休斯顿明星建商Perry Holmes的房子 他们家的标配已经很高了 很多都不需要做额外的升级 房子的前列非常大气的砖石组合 颜色也很淡雅 推开8尺高的双开大门 就是20尺挑高的顶 很气派 左边两项弧形大窗配两盏大吊灯 整个空间都很敞亮 右边是8尺高的French Door 进来是书房 建商在这边做了一个定制的书柜 这个是升级 穿过弧形的楼梯来到24条高的客厅 火炉用淡雅的瓷砖一铺到底 这个颜色很温润 和地板墙面的颜色也很搭 来看厨房 颜色是现在最流行的淡灰色 42尺柜子上加装了带灯箱的展示柜 厨房也算是美美的 不过有个小缺点 微波炉的位置安装得太高了 打热带汤的菜 要十分小心 边上通往餐厅的Bothers Pantry 一排灯箱展示箱 也是美美的 早餐区的位置被阳光滋养着 在这里就餐是绝对的舒服 客厅边上是主卧 尺寸很大 够宽敞 在边上有个旧座区 也有一个大气的弧形窗户 很美 主人的浴室间 女主人的洗手台在左边 男主人洗手台在右边 浅灰色的台面很漂亮 和橱柜的颜色也搭得很好 无边框的领浴室很好看 再进来看一下衣帽间 男女生的衣帽间也是分开的 尺寸还不小 相信两位都很满意 早餐厅旁边是楼下的第二个房间 也是一个套房 这个套房的尺寸不小 里面的淋浴间也是特别贴心的 配了站立式的方便障备使用 边上一个窗户是亮点 国内的爸爸妈妈一定喜欢带窗的洗手间 后门出来是家大版的带顶露台 旧餐区旧座区都有了 外面建常做了一个露台和篝火区 有条件的小伙伴一定要做游泳池哦 湖井房配游泳池才是绝配呢 上楼之前在楼梯下面找到了半个洗手间 供客人使用 旋转楼梯上来 左边是个带阳台的房间 很有公主房的味道 房间外面配了一个全套的洗手间 边上是电影房 尺寸相当的大 建商加装了一排柜子在电视机下面 这个是非常的实用的 推荐推荐 游戏是做了一个tree ceiling 增加了视觉变化的层次感 更显高级 另一侧有两个房间 配有两个洗手间和一个侧浴 这个房子看完了 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是个全套洗手间 一个半套洗手间 室内使用便积为4100平方英尺 其实价钱为81万美金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休斯顿美房